也就是自动配置,我们像我们前面的Swag一样,只要添加依赖包,就会帮我们自动导出服务端,以及创建客户端了 因为我们Swag是单独了一个模块,我们的J3RPC就不再单独一个模块了 我们放在YouTube下面,因为这个J3RPC是非常非常经常使用到的,我们就放到YouTube模块里面吧 当然了,你也可以新建一个J3RPC模块,专门用来配置J3RPC 我们现在就来再让大家巩固一下如何进行自动化配置 如果前面还没有理解清楚的同学,现在要仔细听了 首先,我们的Build模块里面添加上J3RPC 我们把API模块里面的J3RPC复制过来,放到YouTube下面 我们的API里面就直接依赖YouTube模块 这个依赖配置好了,我们要新建一个配置类 新建一个包把线Configuration 我们这里新建一个叫J3RPC Configuration 那叫J3RPC 自动化配置 我们给它添加上Config註解 我们这里要导出一个Beam 就是我们的服务端Beam 我们把我们的服务端复制过来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删除掉了 我们导入一下 好,我们再把我们的客户端配置也复制过来 我们这里定一个Log对象 我们把这个包路径以及URL都放在配置维念里面 我们这里改成Client 我们这里改成Client 因为它是公共模块 所以这个Manager不一定是每个模块都叫Manager的 我们把这个包路径也使用配置文件注入进来 我们这里叫Base Package 大家注意了 我们服务端 我们服务端是如果 容器里面有这个对象就会导出的 但是我们的客户端要适时的导出了 服务端就不需要导出客户端 所以我们这里要添加一个条件判断 Condition on property 当配置文件里面包含 这两个属性的时候 我们才导出客户端 否则的情况下 我们是不需要导出客户端的 这样我们服务端跟客户端的配置列都会自动配置了 我们还有最后一步 就是把我们的配置列放到Meter Infer下面 我们把这个复制一下 把这个删掉我们不需要 我们改一下这个里面的类 我们使用的是 Utl.configuration下面的 JsonRPC configuration 这样我们自动配置就配置完成了 只要添加依赖包 我们的客户端跟服务端就会自动导出了 我们现在把我们的客户端配置也删掉 现在我们的服务端跟客户端都删掉了 我们现在来启动一下 看他会不会自动帮我们进行配置呢 首先来启动服务端 我们看一下日志 大家看一下 依然帮我们配置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客户端 能不能调用成功 客户端出现了一点问题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没有在配置文件里面配哪两个属性 所以我们修改一下客户端的配置 我们这里 加两个配置属性 RPC Client 下面有个URL 配置这个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Base Package 我们要配置 接口所在的包路径 我们把这个配置 我们把这个配置就可以删掉了 好了 我们现在来重启一下客户端 现在调用成功了 这样跟我们预期是一样的 我们客户端 帮我们导出了客户端 我们的服务端并没有帮我们导出客户端 因为我们服务端并没有这两个属性配置 所以它不需要导出客户端 这样使用起来是不是就非常简单了 我们只要添加依赖 其他什么都不用配置 只要按照我们的流程创建服务端 然后客户端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如果你实际情况还有其他的需求 可以想尽办法尽可能的去优化去解决 这就是公共模块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这三点我们都介绍完了 总的来说这三点还是为了我们使用方便展开的 现在我们使用J3RP就是非常非常的方便了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实际的需求 可以想尽办法去解决去优化 原代码大家有时间一定要去研究 这样我们知道了原理 知道有哪些功能才能更加的创新去优化 有哪些功能才能更加的 有哪些功能才能更加的 有哪些功能才能更加的